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洋桃班的劉宇恩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小紅帽 從前從前有一個小村莊 住著一位可愛的小女孩 因為她喜歡戴紅帽子 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紅帽 有一天小紅帽的媽媽 跟小紅帽一來三個 她就拼對著小紅帽 小紅帽啊 你幫我去探望生病人來了 不要隨便跟陌生人講話 然後小紅帽就出發了 她經過生命時 有一群大野人坐在樹下 她就對著小女孩說 小女孩你是誰 你要去哪裡 然後小紅帽就說 我是小紅帽 我要去探望生病的奶奶 大野聽到了 就和小紅帽 小紅帽吃點 但是都失敗了 因為生命裡的特務們 都偷偷保護小紅帽 大野人決定要先去 家買服 先把奶奶吃掉 再穿上奶奶的衣服 和小紅帽回來 也被大野人吃掉了 大野人吃飽之後 就呼呼到睡 還睡到打呼了呢 有一位獵人 經過奶奶到家裡 她覺得奇怪 她這一進門 就看到小紅帽 在奶奶的床上 而且肚子裡還在奶 小貓和奶奶的呼救生 電人就把大野人的肚子撿開 救出小貓和奶奶 電人為了懲罰大野人 將石頭放進大野人的肚子裡 再縫起來 奶奶和小貓 為了感謝獵人 將 與獵人分享蛋糕 小貓回去之後 跟媽媽說 媽媽我以後會聽你的話 我不會隨便跟陌生人講話 因為這時刻是太危險了 我的中文故事也說 謝謝大家